大家好,又是我,今天做些什麼呢? 就是玩這個日本製的富士山陶瓷上壺 這個是不需要filter paper 的 今天第一次開壺 首先把盤放進去 然後把富士山調轉 放進去,就變成一個上壺 這個上壺是陶瓷製造的,不需要類紙 我們可以直接把咖啡粉加進去 磨小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這個壺是沒有類子 它是經過陶瓷層,再流水到下壺 有什麼要注意呢? 這個壺其實要比較長時間才流水 所以我們都是用88度的水去沖這個精品豆 現在量度一下水溫 量度一下水溫 量度一下水溫 差不多放到88度左右 我們就可以開始沖的了 現在差不多放到88度了 可以拿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可以去沖泡這個咖啡了 我們先炆了一瓶溫度計 噢,蓋上蓋子 首先30秒蒸滿 其實它是很少水流下來的 可能因為我的咖啡粉磨得比較幼身 倒30秒左右 蒸滿一下咖啡粉 你會看到有些泡出來了 就是有些泡去蒸發出來的 就是有些泡去蒸發出來的 我們都是等30秒 但是你看到它其實沒有什麼水流下 它其實是要一路注水才流下 它只有少少水會流下 蒸滿完30秒 我們就可以開始倒水下去注水了 我們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就是這個壺呢 它的流速比平時的V60是慢一點的 因為它要經過塗層才過到水下去 但是有些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它的水就會乾淨很多 就是不會有其他咖啡粉在裡面 還有不會有粗粒的咖啡粉 它現在浸泡的咖啡就會流下壺 你看到我倒了很多水才流到少少下去 就是因為它經過塗層 再把水淚落在下一層那裡 那我就注滿 我23克粉 我注滿360左右 那我就看一下它有多少水 那我通常在這裡注400才停的 我一路打圈一路打圈一路倒下去 那有什麼留意呢 就是 因為它比平時的V60漏得慢 所以我們要再慢一點 還有水柱要幼深一點 倒下去的 那我們倒到差不多 我們就等它流回一點點水下去 那流到差不多 我們再注一段水下去做收尾 看到 flavors 那你見我不斷按圈 用ic成的水柱有幼細的 你見我不斷依獲水下去 到差不多400的時候 就停一停 等它放在上面 水流到尾 然後再注最後一段水 你見我保持打圈保持打圈 把水放進去 水柱比較幼身就可以了 因為會滿 怕它會倒射 所以我也是鑄兩段水 鑄到差不多400我就停了 然後做什麼呢 就等它上湖的水流回少許下湖 這樣才再鑄最後一段水 大概等多久 就差不多20至30秒之後 我們就可以鑄最後一段水了 你看到水慢慢會 落下湖的 你看到它那層層面 都是看到有些咖啡粉在層面 真的因為淋水都壞事了 那我現在在等著 原來最後等了差不多1分鐘 它才淋回差不多8成的水下去 好 好 那現在鑄最後一段水 收尾 就鑄多100水左右 倒多100左右 那就差不多了 那又等它流回少許下去 底部 之後就可以整個拿起倒了 那一百里面有50也不要的 那就一次過抽起它 放在那個碗仔裡 那我先把碗仔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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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壺的咖啡 也是挺清潔的 那現在我就用杯 針一點點出來 去試 那 那 喝了很Footy 我覺得 還有一些 長長一點的感覺 還有很乾淨 因為一些咖啡渣都沒有 就是它是很完全 完全 把所有 咖啡渣 下去 下壺就是 只是 一些 很幼細的水 那就是一個 很有Footy 味的 咖啡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 按讚 或者分享給朋友 拜拜